前一段时间王一博参加了代言品牌的周年庆活动 在此之前王一博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这一次参加活动却被黑粉嘲讽 称王一博足不出户 其实王一博消失了的时间里都在拍摄新电影《无名》 基本都在上海忙着拍戏的 而上次的活动品牌方也把地点选择在了上海 这也让王一博的工作能够更加方便一些 如今足不出户的王一博可以说是一名惊人了 之前因为拍摄的电影一直都处于保密阶段 所以关于作品相关的消息很少 如今王一博参演的电影《无名》终于开通了官博 之前王一博拍摄的路透就曾曝光 通过王一博的背头造型 大家都能够看出这部剧的题材大概率是民国时代的背景 近日官博正式晒出了海报 同时主演这部电影的还有梁朝伟 海报中梁朝伟和王一博错位背靠背站着 看起来似乎都有着各自的任务和使命 王一博和梁朝伟的合体可以说是梦幻联动了 喜欢电影的朋友一定都知道梁朝伟 梁朝伟正当年轻的时候热度是不亚于现在任何一个当红艺人的 对于王一博来说 梁朝伟是前辈 难怪之前王一博曾多次提到这部电影 之前王一博曾多次表示自己非常看重新作品的角色 大家也都觉得王一博明明已经很瘦了 但是为了角色还在持之以恒的减重 民国剧中很多造型都是需要特定年代的服装 因此销售一些效果会更好 如今看到海报中的王一博 大家也都不禁感叹 他的努力果然没有白付出 一直以来王一博对任何角色都很用心 如今他也渐渐地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如今这部作品正式官宣 粉丝们也就更加能够安心了 毕竟足不出户的王一博都是在闷声干大事 这一次也能够又一次打脸黑粉了 王一博开始入行影视圈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王一博并没有急于求成拍摄太多作品 他对剧本的筛选真的非常严格 包括带播剧风起洛阳 冰与火 不论是题材 阵容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而且王一博挑战的角色都和自己的适配度很高 作为新人演员王一博确实有很多上升空间 但是王一博却做到了让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对他赞不绝口 近日冰与火的剧组老师提到了王一博 直言王一博的演技甚至都将超过老戏骨 这样的评价真的很高了 对于王一博作为演员这件事 粉丝们都是很理智的 大家都不会主动捧杀 毕竟这是王一博热爱的事情 大家只需要相信他 相信他能够很好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一次的《无名是电影》 这也是王一博第一次挑战电影作品 而且合作的还是业内的前辈艺人 如今《无名是必要为播鲜火》了 期待这部作品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 也期待王一博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 如果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 호 弥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